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多卢定桥创造的军事奇迹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这话也不是中国人说的 这话是一个英国人说的 而且这个人是英国的元帅 他叫蒙格玛丽元帅 他说当年红军强度大度和和飞多卢定桥创造了本世纪军事起上的伟大的奇迹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现在 我右手攥着这个铁链 这铁链有多粗 您看我这脸啊 别嫌我脸难看 您看 看我的脸看着铁链子 这么粗的铁链子 一共13根 就靠13根铁链子 把桥的两岸呢 勾起来 然后造了一个呢 从清朝到今天 依然在使用着的铁锁桥 这就是毛主席长征诗当中的大度桥横铁锁寒的那个铁锁桥 铁锁寒 寒不寒我试试 哎呦 大度桥横铁锁凉 我在这觉得很凉 但是这种感觉啊 远不及下边的滔滔的河水带来的震撼 下面的河水 风滚着打着线 这边的水也往这么流 那边的水也往那边流 整个的河水的状态 我们过来录节目的时候啊 哎 我们过来录节目的时候呢 这边很多人呢都在游走 这些游客呢都是正常的工作状态 老伯你从哪里来啊 我从北京来 从北京来啊 你好你好你好 我叫司马南 我是咱们北京的街坊 我们在这录节目 您是来旅游啊 还是在这出差啊 我是来旅游 说说到卢顶桥上的感受 哎呀感受太甚了 可见我们当年的红军多么不容易啊 没错 是吧多么不容易 我们的政权 得到这个政权多不容易啊 说得好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下一代人 下一代人 他们都要记住这一点 永远记住这一点 永远记住 我们的政权来之不易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在这遇到各种各样的游客呀 和大家谈感受的时候 很多游客都不由自主的 激动的谈到 当年红军不容易 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当年红军呢 在这条桥上 不要说冒着枪林弹雨 不要说呢 这个上边呢 这个 还有负重 背着大刀 揣着手榴弹 即便是什么都没有 就光是今天从这走过去 如果把板拆了 我告诉你 你如果不是杂地演员 不是阿迪利 你都很难胜任 所以呢 在故地重游的时候 在红军经过的地方 我们走着一遭 我们的红军理解就会更多了 更深了 这个桥啊 是康熙呢 年间建的桥 嗨 蓝强 蓝强你没有在我的节目当中出现过 蓝强呢 是美国著名的歌手 在中国呢 呃 待了很多年 他的中文讲得相当好 而且十分标准 蓝强一路上跟我们呢 做直播 每天做一个小时的直播 他呢 用英文中文两种语言说 我只能说中文 刚才呢 在这蓝强呢 发了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 让他自己说 我的错 哎呀 你不要说 我跟你说 不要你拿 你拿再滚好了 我把这个东西啊 就是 掉下去到河里 现在在河里 我怎么办呢 你现在有两个办法 一 回去检讨 对 你呢 把这个跳下去 把它拉出来 跳下去啊 如果我可以的话 我真的要跳下去 在河里有用啊 大远正南 万水 千山 至登险 万水千山 至登险 你会唱那一句吗 你会唱那一句吗 洪金不怕 愿正南 万水千山 至登险 我灵灵 我灵为一趟 一郎 我猛把 不托 扫 你一万 金沙水盘 海 云雁南 大督 悠 天 我寒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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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唱的好不好 这简直比中央电视台春晚唱得多好 推荐上春晚 观众朋友这位老伯 他说他是从北京来 是北京通宪的一个农民 但是他自证腔圆 声情并茂 而且刚才谈感想 非常之感动 蓝强也是歌手 而且是美国歌手 现在中国一个农民 随便唱了两嗓子 你呢不想这个时候 用你自己擅长的作业 歌声来表达 此刻的感受吗 很感受啊 真的很感动的 你唱两句和这个环境相适应的歌 红尽不怕 这个歌 红尽不怕 远 我不讲 我也不知道 我们一定要学好这首歌 因为这是我们 第三次 我听到这首歌 我会唱 但是呢 我一对着镜头唱 我就跑掉 不对着镜头唱 你猜我怎么着 也跑掉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唱得非常棒啊 没有问题 好的 好急了 好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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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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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13根铁锁 然后呢 扛着大刀 揣着手榴弹 身上还抱着板子 前边过 后边要扑起来 让后边大部队冲过来 对岸呢 敌人的机枪 喷射出愤怒的火焰 在这种情况之下 22个勇士 往前扑夫前进 前进到中央的时候 对岸呢 枪声不断地打 有两个战士被击中了 然后呢 就掉到滚滚的江水里面去了 剩下的20个勇士 接着往前冲 后来的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 大家呢 满足了连环画 满足了电影上边的 那种英雄的那种表现之后呢 就以为故事到这翻过去了 22个勇士当中 到现在为止 我们只知道八个人的名字 剩下的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有人可能会说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知道名字呢 那个时候啊 红军啊 他的战斗非常激烈 每天呢 都非常紧张 冲过这个大渡 这个河以后 过了铁索桥 然后接下来 前面还有 连绵不断的战斗 所以呢 战士掉下去 就掉下去了 冲到前面 牺牲了就牺牲了 这22个战士 绝大部分 都在接下来的长征 和接下来的抗日战争当中 牺牲了 所以今天在 烈士墓碑的时候 我看到那些 烈士的墓碑 一共有22个 但是只有 八个有名字 剩下的都是 无名烈士 知道是22个人 但是呢 这22个人当中 只有八个人 知道名字 剩下那些战士 在什么地方牺牲的 在哪次战斗当中牺牲的 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 他们的家乡在哪里 直到今天 没有人知道 所以后来的党史工作者 军史工作者 费了很多年的努力 试图搞清这一切 他们想用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 弄清史实 来告慰这些红军的英领 但是他们的工作 只取得部分成效 绝大部分勇士 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而这些战士 他们的年纪非常年轻 只有十几岁 二十几岁 其中有一个叫云贵川的战士 很值得大家纪念 我这么一说 有人可能会想到了 但既然知道他叫云贵川了 为什么还没名字呢 您有所不知 这个云贵川这个小战士 是在贵州的时候 红军打进来 然后呢 红军在那宣传 讲红军的主张 然后呢 有一个老婆婆背着框过来 背着框过来 然后呢 就听见红军呢 在那讲道理 他听不太懂 但是红军呢 给那些战士们分发 分发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 老太太看明白了 后来 老太太就说 哎呀 这个队伍好呀 这个队伍 那对我们穷人这么好呀 我儿子能当兵吗 当时接待他那个红军呢 是叫刘英 他的身份呢 是接替邓小平 担任中央秘书长 她是刘文天的夫人 不过那时候还没有结婚 所以呢 刘英呢 就跟他说 可以呀 但是老太太有心事 老太太呢 就在周围转呀 转呀 然后他又提了个问题 说我儿子 曾经被官府抓去过 做过官府的大牢 做过官府大牢的人 也能当红军吗 刘英说 没问题啊 可以当红军 于是老太太就把16岁的儿子 送来当了红军 因为这孩子呢 他在贵州大山里长大 爬山呢 玉岭啊 上山采药啊 他的动作特别灵巧 所以在过大渡河的时候 有一种说法 说云贵川这个战士 过大渡河的时候 表现出了非常高强的 类似于呢 我们今天的新疆杂技演员 阿地利那样的一种天才 所以在这个上面过 要有几种素质 一 要政治素质吧 不怕死 对吧 所以呢 去挑这个战士的时候 是按照 突破乌江 突破湘江 一路征战 有战功的 战功捉住的 战斗素质好的 政治素质好的 是党员团员这样的标志来选择 第二呢 这个人身体素质的好 那时候身体素质好 不容易啊 这一路跑过来 你知道的一昼夜跑240华里 而在这之前 也几乎没有得到休息 在这过程当中 没吃的 跑240华里之前 吃了一顿饭 吃的是什么 生米和生水 就这样 跑过来 劳顿之师 马上投入战斗 背着大刀片 扛着枪 这个别着手榴弹 然后呢 身上抱着板子 扑扑前进 云贵川这个小战士 被 吸纳到这个突击队里边来了 22个战士 两个掉下去 剩下的人呢 冲到前面去 好 观众朋友 我们的队伍 大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所以呢 我们要离开这了 在这呢 最后呢 我要跟各位说两句 强度大渡河和飞多楼定桥 按照蒙格里 马利元帅的说法 这是20世纪的 军事史上的 伟大的奇迹 展现了这个地球上 人类的进取的 伟大的精神 红军 过桥已经是80年前的事了 这个铁锁桥 很结实 还在用 红军的精神 最近呢 被讲的越来越多了 习近平要求我们不忘初心 习近平呢 专门呢 去古田会议的会址 去开了一个会 习近平强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征 我们的长征 还在继续 司马白话 长征两万五千里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 司马白话 长征两万五千里 特别节目 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一处 风景优美的地方 怎么美 通过李真大哥摄像 拍摄的镜头 你看一看 看这山是什么样的山 这山呢 在我看来 是从我们的中间呢 向两边呢 放射 这个山的形状呢 有点像是这种 像我这手 做出呢 两只手尽可能的往上延伸 一个一个的山谷 那这个山呢 往上涨 使劲使劲涨 这里是甘孜 藏族自治州 从卢定桥 我们一路往青藏高原上走 走到了甘孜藏族自治州 这个地方的景观呢 让人没法不驻足 没有办法不停下来 我看很多呢 游客都停下来了 我们的小伙伴 尤其是那些美国大学生 嗷嗷的叫着 OK 非常好 太漂亮了 我们红军在长征的路上呢 在天好的时候 我想那些年轻的战士 也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景物 这样的景观 红军战士 看了以后 是什么样的心情 大家知道在长征途中 毛主席曾经写回首诗 楼山关大劫 西风烈长空宴叫 双晨月 双晨月 马蹄生翠 喇叭生夜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脉步 从头月 从头月 苍山如海 残阳如雪 红军一路呢 战略转移 战略转移 最后变成搬家 变成逃跑主义 变成毛主席说的 叫花子打狗 边打边走 单纯军事观点 但是这一会之后呢 毛主席 按照他的打法 红军呢 那便走出了精彩的棋 那尤其楼山关大劫之后 一次 歼灭了国民党的两个旅 然后又加入钢歌团 毛主席在1958年谈到他写的楼山关这首诗的时候 毛主席说 因为楼山关大劫 一时呢 心情比较好 并且呢 当时的景物啊 也和 也和这个 也和这心情呢 相契合 所以呢 毛主席的 那个时候呢 楼山关啊 就带来一种全新的诗风 我们要接下来往前走了 到前边的还有呢 更美丽的风景 在等着我们 我们的老板 李燕女士带领我们长征 如果说在红军长征的时候呢 带领我们的是毛泽东 现在带领我们就是李二 李燕女士 小姑娘很年轻 也跟老板说话 一定要夸得年轻 就是年轻 说说此刻什么心情 本来就是年轻 我现在就希望你把这几个 老美丫 把你一起来讲一讲 刚才过了这么多的隧道 太好了 他们说美国从来没有 现在的感觉 好 你应该讲 你这个长征路上的感觉 OK 跟美国来的朋友 亲爱的观众朋友 司马白话 你别看我信口开河 什么都说 领导交办事项 马上就得办 我们一路走过来 走了这么多的隧道 中国的隧道这么多 中国的高架桥这么多 中国的高速公路这么多 中国的高铁这么多 为什么 改革开往三十年来 中国大搞基本建设 就基本建设的规模 和速度水平而言 美国的很多大学生 看了以后 Oh my God 这美国人说话 一惊讶怎么都一样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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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 我现在叫几个大学生来 请他们谈谈 Oh my God 他们的感觉怎么样 OK 来来来来 Johnson Hi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一路上我们走了很多的隧道 你们的感觉是 我知道是 Oh my God I'm the GT 公路啊 对不对 没错 对不对啊 对 好像是这样的 还有啊 我要告诉你 这是我自己的 自己说的 已经十八年了 这是我第二次来西藏了 十八年前来过西藏了 十八年前我来过西藏了 所以我现在看到了 我在西藏的时候 好像没有 没有这个高速公路 所以 所以 所以我现在很感动啊 真的很感动 因为我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西藏 我真的非常 我这次全世界上漂亮的 以前我就理解 中国在呢 这个藏区啊 中国在这个西南诸省 乃至全国 建了这么多高速公路 这么多隧道 这么多桥梁 这么快 这么高的等级 这么快速度 到底是为什么 这次我才知道 原来为了欢迎十八年之后 蓝墙回来 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Tibet 那是他说的 哎 哎 喂喂喂 Page Page What did you feel like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in Tibet And just even going through like all the all the tunnels and stuff I feel like you came out of this tunnel And it's like you were in a dream Like where are we right now It's incredible 她说的意思就是 他我们从那个隧道出来的时候 一看到那个大山啊 西马拉的那个大山 他就是想那个进去蒙里啊 哦 像蒙里样的感觉 这是痛迷了的感觉 这是他 And what is your feeling about it Coming out of here Goodness What Where to start Where to start We came out of the tunnel And all of a sudden I went What And where you are Where am I Then they say Oh you're in the Himalayas You know Tibetan area I went What What I was so surprised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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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feel that way Why Because I've never been here Johnny Oh Of course You're returning You're returning This is our first time Oh my goodness 他说这是他第一 他们第一次来的 I'm like Oh you're just in the Himalayas Yeah No Like these are the Himalayas It's incredible 是非常感动的 其实他们来到了那个喜马拉的山啊 这是第一次来的 我还没有到喜马拉雅 对啊 现在呢是喜马拉雅脚底下的两杯土啊 对啊 上面更高 天更浪云更白 对 风景更美啊 对啊 还有这儿的山你发现没有 这个山呢 我觉得特别像 你看 假如我们几个全都把手做成这个姿势 这山 这个山脚啊 这个山脚夹击处全是这样 一个一个把手这样 山都是这个姿势 对 这是周卫友山啊 对啊 He's saying Talk about like There's just everywhere you look There's a big mountain top 大山敲开了臂膀 对 拥抱蓝天白云 拥抱蓝天白云 It's like you can embrace the clouds in the sky 刚才我话题没说完 叫这几个大学生打断了 我要说什么呢 我说呢 就发展旅游的角度来说呀 我们的红军长征这条线呢 是不是可以考虑学习美国 学习美国什么呢 美国母亲路啊 66号高速公路 它有个专门的牌子 也就是说 美国呢 西部大开发过程当中 美国游东向西 逐渐推进的过程当中 那条运送所有的人 所有物资的那条路 被称之为母亲路 这条路呢 承载了美国发展 尤其是西部大开发的历史 你是这条路上的遗迹 你曾经融入这条路 你曾经在这条路上 有过过往 鲜血鲜花 故事爱情 生意 好 你呢 这个地方就可以考虑呢 带上一个66号公路的标志 由此标志 则证明 你是66号公路上的一员 并且呢 作为旅游等级 代表一定的资质 那么由此想到 你说中国有没有可能 我们也搞一个 类似于红军长征路的 旅游的特殊的标志 类似认证那样 把红军长征从这走过的那些地方 好山好水好姑娘 好的吃的东西 全部都给他一网打尽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分门别类的加以认证 这样的话呢 就有什么作用了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辩识作用 什么叫辩识 就一看就认出来了 对吧 一看就认出来了 一看呢 就心里有数了 一看就知道 哦 长征沿线的旅游景点 AAAA级 一看就知道 长征沿线带了标牌的 这肯定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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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就知道 这个河 哇 长征沿线的河 那一定是ri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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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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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样呢 对比着美国66号公路和中国的旅游沿线的公路 旅游品牌 我觉得这个旅游品牌的推广和管理 中国还是要向美国学习 美国在这点上做的比中国好 那中国呢 就应该向美国学习 反过来 中国高速公路 中国高铁修都比美国好 美国也应当认认真真向中国学习 这叫什么呀 这不就是中美旅游年互动吗 这不就是两个大国新型关系吗 这不就是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吗 如此 我们呢 才不许死刑 我们重走长征路 当然要缅怀红金的业绩 但是我们要着眼于未来 未来的发展 这条路会更美 会有更多的游客来 会有更多的好吃的东西 我在这说了半天 一张照片都没拍 四把白话 长征两万 我建立特别节目 到这打住 继续往前走 我的拍照片咯 你是怎么观念的 好